在國際方面 奧地利又祭出了嚴格的禁足規定 奧地利政府最新的疫情增加速度 是不斷增加 為了控制當地的疫情 當地政府是在十五號宣布 如果民眾沒有完整接種疫苗 將得禁足宅在家 除了工作 才賣這個工作的征活的必需品之外 完整接種疫苗的人可以外出 但是沒有打疫苗 就沒辦法來出門 但是十二歲以下的兒童 因為沒有辦法來打疫苗 所以不受這個禁足的規定限制 未來的十天之內 奧地利警方會設立監察哨 如果看到違反規定出門的人 可以儲五百元歐元 也就是大約臺幣一萬六千多塊的罰還 奧地利現在完整接種良機疫苗的人數 只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 目前是其有國家當中 比例最低的一個國家